中国女性政省先前被爆出代孕逃税 遭到官方封杀 消失在荧光幕前 当时她的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 不仅丢了广告代言 参演的作品也遭到下架处理 或是被打伤马赛克 所有她名下的工作室 被法院限制消费 以及强制执行罚款 约台币5.56亿元 轻易再度被爆出 她需要赔偿投资方 超过台币4亿元的款项 日前陆媒报导指出 某影视投资公司曾在2016年 与郑爽名下的工作室签约 委托对方提供电视剧策划服务 首劳约为台币1.36亿元 然而郑爽的工作室 并未如约履行合约条款 因此被投资方提告 判决于日前出炉 郑爽被判返还所有服务费利息 以及赔偿台币2.68亿元的经济损失 所用她提起上诉 不过法院驳回上诉 仍为迟了原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